我男朋友抖音关注美女 而且点赞前女友 我说介意之后呢 是把前女友的点赞取消了 说以后就不点了 但是还是关注着美女以及前女友 一直怀疑是我有问题 还是她过了呢 DB说的好啊 我爱你难换一句 我爱过你 前者可以让人笑 但不一定是真的 但后者她是真真可以让人哭啊 人都不被人了 爸爸和前女友在这沟通和联系 那小赞就点了取消取消了又赞赏对吧 如果连这个道理你都想不明白的话 姑娘我觉得恋爱这个事 可能也不是很适合你 和女朋友在一起快三年了 我们都是哈尔滨的 她开学大四了 已经毕业工作一年了 之前我们说过是等她毕业以后就结婚 还挺心急的 但现在突然说想要考研 我也只能表面上一直支持她 我们本来说好的 一起就在哈尔滨 或者一起去一个彼此都喜欢的城市 但是因为她现在只想考研 考上的话要走那么远 她从来都不考虑一地的问题 然后我就问她了 如果第一次没考上呢 然后她说 没考上就再考一次 一直考到考上为止 我就很想问她一句 那我怎么办 快回 我觉得她所有的计划都只有她自己 根本没有计划过我们 所以现在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了 在古代科技和医疗不发达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如果得了重病去看医生的话 就会面临着两种结果 要么死要么活 可今天她在死和活之间 却开辟出了第三条道路 半死不活 不要让你的爱情半死不活 没有什么是沟通解决不了的 心里怎么想的就把你真实的想法一定要告诉她 或许她有自己的想法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千万不要因为误会 而产生了一个不好的结果 我谈了一个恋爱 在一起半年之后 有一次翻她手机 发现她有一个谈了两年多的女朋友 在这之前呢 她都是以单身的身份跟我聊天 后来她那个两年多的女朋友 也知道了这个事 果断就和她分手了 我也跟她分手了 可但是 分手之后我发现 我舍不得她呀 又继续的跟她在一起了 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吧 是我的问题吗 我们人类有时候最可悲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生命 想要去论证 我和别人有多么的不同 可恰恰就是这种想要论证 和别人不同的心态 在我来看 有的时候是真正的扯淡 因为他们都是相同的 她能在她之前的恋爱中出归你 你就要相信 有很大的概率 是能和你在恋爱中出归别人 那你想不想成为上一个 和她谈恋爱那种女人的命运 自己把握一下 我跟我男朋友 之前的时候大学通学 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谈了几年 两年 大学期间谈了两年分手了 然后呢 因为现在毕业了嘛 就是现在已经正式工作了 就重新在一块了 又复合了相当于是 对 那不挺好的事吗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吧 她就是比较空 就是不太舍得花钱是这意思是吗 嗯 对 然后呢 在那个时候吧 吃饭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我花钱 也都是我给她买东西 她就不怎么给我买东西 那个时候也是觉得 她太抠了 反正就是 她能抠 来我来 我稍微打断一下 不好意思姑娘 我比较好奇啊 她抠成什么样 就是她吃饭从来没花过钱 从来一样东西没给你买过 出去吃饭 差不多十次 有八点次都是我花钱 你是主动抢着买单呢 还是说她就是不主动 在上的时候 就是她就老是不说话呀 就逼着头 就沉默了 就当了透明人了 你们是因为这个事分手了 对 复合了呢 她改了 因为大学的时候 当时她说她是 女士学生嘛 家境不是特别好 不想问她父母要钱 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可以理解 就相比来说 你家里的情况要比她的要稍微好一点 对 然后现在不是大家都工作了吗 有经济收入 我觉得可能会改善那种情况 然后就和好了 她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挣个六七千块钱吧 你挣多少钱呢 我也是六七千 你们在什么城市生活呀 我是在斯坦 大在上上 还没在一起啊 是个异地的 对 那也不经常见面吧 是异地产生问题了 还是很空 有什么具体的事了 过年的时候 不是有那个情人节吧 然后她就问我 想要什么样的礼物 我就说就是看你自己情意 她就说过了情人节 你来看我 她想在情人节的时候 去来找你 你们两个一起过个情人节 那是不挺好的吗 我们打电话前几天 就持平的时候 吃那个车粒子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也想吃 然后她就说 就是她给我带 然后我又说 然后突然大家都收到花了 她就说那我也给你买一个吧 后来她就说 就是她来的时候过 见面的时候送礼物 这也对 她不是情人节之后要来找我吗 她不是情人节当天来啊 对 她只是说在情人节 要给你准备礼物 完了等顾完情人节她再来找你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说 那你情人节那一天 是不是要送我点什么东西 然后她就说给我买个唇膏 因为就是我那个脸有点过敏 然后她就是说我脸过敏 她给我买护肤品啊 化妆品啊我肯定也不用 我就说买个唇膏给我 哎呦她计划的还挺好 我理解的就是你要买了 她有那种口红吗 也有那种唇膏类型的 你琢磨着是 就买个什么类似口红啊 或者什么某个品牌啊 或者是好一点的唇膏 花个二三百块钱 但是她跟你想的不是一回事 就跟她说说不要那种 花笔粉的颜色 然后然后她就说 她给我买水果味的 我一听水果味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很廉价 然后你就不开心了 那她就哄了一下我 那我当时也没有说什么 然后当天晚上买水一点多 然后我发了个唇膏 虽然就是心情不是很高兴 她发红花我还是觉得就是 听满她当回事了吧 嗯嗯嗯嗯 但是我打开那个口红是 5块2毛钱 多少钱 5块2 5块2毛钱 当时发5块2 就冲着坐个地铁都 这也太厉害了 那你没问问她 这个亲爱的你 5块2是个啥意思啊 我当时问她了 她就说什么 理清情义重啊 哦 理清情义重就用在这了 那怎么你们因为这个事吵架了 嗯对 然后我后来就没理她 那她最后情人节去找你还没找啊 没找 那唇膏是买了还是没买了 什么都没有买 就合着之前承诺的啥都没兑现 对 这过程我都听不明白了 那你想问我啥 现在就是属于那种 不是谁都不联系谁 但是也没有正式分手的状态 她也没在主动找你啊 没有 那你现在在纠结啥呢 我就是想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我太物质 小心眼 就是我太过分了 还是说就是可能是她的原因 我先明确几个点来姑娘 就是你们两个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 她送给你最大件的物品 就是如果按价格来衡量的话 大概能是个什么价位 她就送过我一次东西 就是她从老家给我带回来的 那种老家的那种特产零食 就送我一次东西 这零食能值一千块钱不 可能就十块钱吧 你这过程当中你有管的要过什么东西 就你主动要 没有 因为当时都是学生嘛 没什么钱 后来她都是 我给你买个这个吧 我给你买个那个吧 你说挺好的 但是她也没有买过 就是每次说的很好听 但其实实际一次也没执行过 第一个来说的话 你两个人谈个恋爱 你别说花个几十块钱买个土豆产了 你就花个几千块钱 我觉得只要是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的话 这都不是什么事 而且现在确实也不是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你不用多想 你显然不物质 你说这是不是她的问题 因为你处的环境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也就决定了你思考问题的逻辑纬度都不一定 你问是不是她的问题 那也不能百分之百说是她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你男朋友是个表里如一的人嘛 他从第一天认识你开始 她就抠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变 是你的心境和要求改变了 我们作为成年人 我们没有能力去左右别人 我们能改变的是什么 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就相当于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如果你从这点想的话 要不然你就接受它 要不然你就改变你自己 除此之外 能听懂我的意思吗 那你既然能给我打个电话 你还在纠结吗 就是毕竟是有感情基础嘛 但是我又觉得这件事情我没有做错 觉得有点委屈是吗 对 然后加上她又没有碰到我 明白 这一点我毋庸置疑 那我问你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啊 姑娘 你到底喜欢她啥 就是挺上进的 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你不知道 她对你好不好 难道你不知道吗 什么叫上进呢 她爬树爬的比别人快啊 那不是猴子吗 平时她都是挺 就是挺体质的 都是生理器啊什么的 可能会其实会提醒 所以啊 你看这就更加证明了 那你说我就爱这个人 接受了这一个人 你就要接受她的一切 她的过去 她的未来 我建议你们其实是可以不继续走下去了 如果以后你们再接触的话 你不可能一直谈恋爱啊 你总要谈婚论嫁的话 那面临着现实问题更多 所以你要想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只能说你们现在这个情况来说 确实不合适 嗯 OK 那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了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嗯 没有了 那也希望这个你好好调整好状态 咱们还是要把话讲清楚 双方心里都明明白白的 我觉得是给对方一个交代 给自己一个交代 也给这个感情一个交代 有什么问题咱们再随时沟通 感情上的事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其实遇见最多的东西 爱从来不是将对方要理想化 爱意味着什么呢 接受某个人的失败愚蠢 甚至是丑态啊 我个人的理解好的爱情不是喜欢一百分的他 而是百分之百喜欢一个他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觉得非常可爱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老子心动了 如果有一个人的出现能让你做到这些 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相信自己你就是爱他啊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一定要给我们点赞留言收藏转发 如果你不喜欢我们这期视频内容 自己想办法喜欢上这期视频 然后再给我们点赞留言转发收藏啊 那这是DB 玩的就是态度揭示时间套路啊 我向你思路下期见 拜拜